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或者说 我曾经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曾经有太多的不快乐 太多的烦恼 太多的压力 太多的失望 我曾经不快乐 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好 不够漂亮 不够聪明 不够成功 不够有趣 不够被爱 我曾经不快乐 因为我总是担心未来 后悔过去 无法享受现在 我曾经不快乐 因为我总是和别人比较 羡慕他们的幸福 嫉妒他们的优势 怨恨他们的得意 我曾经不快乐 因为我总是感到孤独 无助 无聊 无趣 我曾经不快乐 因为我总是感到累 痛苦 沮丧 绝望 但是 在我的生活中 有一样东西改变了我的状态 让我重新找到了快乐 那就是多肉植物 多肉植物是我的快乐小天使 他们用他们的美丽 可爱 坚强 顽强 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温暖 他们是我的朋友 我的伙伴 我的宝贝 他们陪伴着我度过了 无数个寂寞的日子 和黑暗的夜晚 他们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奇妙和希望 多肉植物有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颜色 花朵和名字 有的像星星 有的像星星 有的像玉米 有的像兔子耳朵 有的红艳艳 有的绿油油 有的粉嫩嫩 有的紫蓝蓝 有的细小如真 有的鲜艳如火 有的清香如茶 有的浪漫如梦 有的叫仙人掌 有的叫石莲花 有的叫虎皮蓝 有的叫佛甲草 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性格 多肉植物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功效和好处 科学研究表明 多肉植物可以净化空气 吸收有害物质 释放氧气和水分 调节室内温湿度 预防和缓解各种呼吸道疾病 多肉植物还可以美化环境 增加视觉效果 提升心情和自信 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培养审美能力和艺术感 多肉植物更可以陶冶性情 锻炼耐心和细心 增加责任感和爱心 促进社交和沟通 改善人际关系和生活质量 我喜欢和多肉植物相处的时光 我喜欢给它们浇水 看着它们的叶片饱满润泽 像是喝饱了甘露的小精灵 我喜欢给它们施肥 看着它们的颜色变得更加鲜艳明亮 像是涂了一层彩妆的小公主 我喜欢给它们修剪 看着它们的枝条变得更加整齐健康 像是换了一身新衣服的小王子 我喜欢给它们换盆 看着它们的根系变得更加强壮茂盛 像是长出了一双翅膀的小天使 我也喜欢和多肉植物聊天 我会对它们说我的心事 我的快乐 我的悲伤 我的希望 我的梦想 我会对它们说我的秘密 我的喜欢 我的讨厌 我的恐惧 我的渴望 我会对它们说我的感谢 我的歉意 我的祝福 我的祈祷 我的爱 我觉得它们能听懂我的话 能理解我的心 能回应我的情 我觉得它们是最好的倾听者 最真诚的朋友 最忠诚的伴侣 多肉植物是我的快乐小天使 它们改变了我所有的不快乐 它们让我知道了自己的价值 自己的美丽 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成功 自己的有趣 自己的悲爱 它们让我学会了放下过去 面对未来 珍惜现在 它们让我停止了和别人比较 欣赏自己的幸福 认识自己的优势 释放自己的得意 它们让我摆脱了孤独 寻找到了帮助 充实了生活 增加了趣味 它们让我摆脱了泪 消除了痛苦 驱散了沮丧 点燃了希望 多肉植物是我的快乐小天使 它们陪伴着我走过了无数个寂寞的日子 和黑暗的夜晚 它们是我的朋友 我的伙伴 我的宝贝 它们是我的快乐源泉 我的心灵寄托 我的生活乐趣 它们是我的园艺老师 我的艺术导师 我的心理医生 它们是我的快乐小天使 我爱它们 它们也爱我